1.2021年开年和欧盟吵架 把谈了7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炒崩了 用大V的话说这是欧洲的一大损失 2.美国把制裁非名单由原来的10多家扩展成59家 3家电信公司被强制从美国退市 中电被强制退出电信服务 大V们于是各种说到美国霸权 3.美国加强了中国赴美留学生审核 导致大部分学生留学受限 还限制了党员干部及其家属的签证 这个事情外交部最重视一脸谴责了很久 最后还跟美国在谈判桌上吵了起来 4.英国终止了对我国的捐助 这件事让广大国民开始注意 原来美加日澳以及欧洲诸国 对我国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捐款 只是媒体通常只报道 我们对亚非拉兄弟的捐款义举 从来没有报道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恩惠 5.收购意大利的著名半导体公司 被意大利政府叫停 收购乌克兰的飞机发动机公司 被乌克兰政府冻结了股份 强行终止 某国有媒体机构 在英国的分支机构被吊销执照 具体原因不方便说 这三件事没有听到 外交部和媒体及大V们的谴责 6.和澳大利亚炒翻天 抵制澳大利亚葡萄酒和煤 后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后来的煤是从哪买的 我也不好意思提了 挺去折挺感慨的 7.秋末 欧盟32国取消对我国的 最惠国待遇 截至目前 40个国家只剩下3个了 其中一个就是经常被骂的澳大利亚 当然 也有不少正面成绩 比如迎接回了华为孟女士 还结交了两位新朋友 其中一个就是塔利班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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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